我們今天要拜訪的呢 是在桃園中立的 木匠之家關懷協會 那大家已經覺得很怪 這裡不是一間二手商店嗎 因為這個二手商店就是 這個關懷協會主要的收入來源之一 靠著這些賣二手商品的收入 可以養活30位弱勢的員工 好 弱勢員工可能包含了像是 高齡的就業主群 或是一些生長的一些員工等等 那我們先進來參觀一下他們的二手商店 哇 東西好多喔 看一下這一區是設計品區 所以感覺比較新穎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設計品區有這個 木匠的家一定會做有一些木座嘛 這個是木座的杯墊 看到了嗎 杯墊 還有這個杯墊看起來很像香皂 它做得像是打不開 扇板一樣的 這是一個杯墊 好 還有一些像是一些 用二手牛仔褲或是牛仔衣做的一些裝飾品 這個就是電腦架了 也是他們自己用二手的木條做出來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那個 二手商店還有哪些東西 好 這是二手衣 進來看一下 哇 各種名聲用品都有耶 你看 這應該是一些藝術品區吧 我們再過來看 你好 你是附近的學生對不對 今天是來這邊買什麼東西 我的住的地方的碗砸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來買新的 買新的碗 磁器殺手 這個應該就不會 可以泡麵對不對 對 因為它是 之前都是磁碗嘛 這個裡面是乾的 我看 而且有蓋子 好 看起來不錯 這多少錢 一百塊 比較划算的是 像我找到的這個 哇 這個我幫你拿 這個是什麼 這是髮廊的不鏽鋼盒 現在髮廊的東西比較少 嗯哼 哇 它是幾乎是全新的 像這個的話 是看蓋子有沒有黏黏的 沒有 蓋子像新的 因為它在盒子裡面 OK 那像這個的話 這個要熱要冰都 可是可以放電鍋熱 也很方便 所以你只有臉上 這只有幾個 這五個兩百五 哇 欸 很便宜欸 對 OK 所以你來這邊買過不止一次了 我 那個 來這邊念書的時候 就 有在找二手的店 對 因為 兩次念書都在北部念書 喔 那個家具沒有必要買新的 好 我先把口罩戴起來 來 我幫你拿著 沒有沒有 把它進去 好 好 那你再慢慢挑 謝謝 每天賣的東西啊 然後加上他們平常在賣二手家具 翻新之後的收入 可以 我剛剛講說 養活大概 三十名弱勢員工嘛 除了比較高齡的就業者之外 還有其他的 剛剛提到生長 可能包含像是 亞斯伯格症啊 或是其他有一些 情緒障礙的一些員工 都在這邊可以找到工作 而且很穩定 但是這個協會是怎麼運作的 我們來找一下總幹事 總幹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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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幹事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大家很想知道 木漿的家平常我們是在做什麼事情 我剛剛大概有解釋過了 你可以再跟觀眾說一下嗎 我們木漿的家關懷協會 主要我們有一個社區咖啡館 讓民眾可以在我們的咖啡館裡面 休閒 學習 特別我們有為我們附近的鄰居 65歲以上的長輩 有長照據點 長照據點 OK 那在咖啡館裡面 大家可以輕鬆互相交談 然後這樣學習 也讓老人家身體可以更健康 那另外我們在禮拜三和禮拜五的時候 有特別是為了失智症的患者 跟家屬有一個產息服務的時間 所以這是在禮拜三和禮拜五的上移 那我剛剛聽到就是說 主要是你們在有一個咖啡館 可以去幫大家 像是你剛剛說黨者會辦一些活動 對不對 然後這都是公益的 對 還有我們在晚上的話 就有外國朋友在這裡 跟大家用英文聊天 也希望我們附近的大學的學生 他們晚上有一個多一個休閒的活動 裁員 因為我剛剛講說 我們現在在二手店 這是你們的裁員之一對不對 沒有那個FreeTalk是自由的 就是學生可以在這邊 因為下課總是要紓壓一下 休閒一下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空間 讓大家休閒 那麼我們真的在二手店的這個工作 當然一方面我們是說是增進裁員 但實際上是要提供給身心障礙 中高齡失業 單親媽媽原住民有工作做 因為現在失業率滿高的 那大家在外面找工作 不容易的這些朋友 可以在我們的公益二手店裡面打工 我之前有請教你說 疫情期間你們收入只剩下三分之一 你們最好靠這些產品來去做木製平台上的販售 所以大概哪些東西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裡一些就是杯墊 這個是剛好因為應景聖誕節的聖誕圈 還有一些小的這些包包 零錢包 對零錢包 那這個是電腦架 就是我們的螢幕 可是它看起來好新 這真的是用二手木材做的嗎 對 我們完全都是用二手 那它為什麼這麼新 那就是我們木工坊把它重新曝光 刨光之後然後再切割 這也很漂亮 所以感覺就是二手的衣服 二手的布料重新整理之後 就變得比較有那個價值對不對 對 很有特色 就是你們要想盡辦法去創造收入來養活員工對不對 對 那我現在就去看看工作室 好 走 走吧 對 這邊 請進 謝謝 哈囉 雅力 雅力 你好 對 它就是我們的設計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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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看到這個工作室啊 其實這些桌椅所有的工具設備 都是我們常年收集來的二手物品 這個還可以用喔 這樣用哪一部分 這個的話 比如說這個地方 我們會剪成就是布邊 OK 那布邊的話還會有其他的設計用途 它在幫我們做貝雷帽 貝雷帽啊 嗯 哇 那這一片是原料嗎 我實在看不出來它 要怎麼用 這是其中一塊拼接的布嗎 這個是牛仔褲上面剪接下來 然後再加上我們民眾捐來的二手布 你好 哈囉 你好 你現在在做的是什麼帽子 介紹一下 急剪遮陽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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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戴起來可愛喔 我可以試戴看看 我可以戴給你看 它戴起來是像這樣子 欸 感覺很小 可是有遮到欸 其實它的訴求就是前面後面脖子 你都不會被曬傷 對啊 可以戴戴看嗎 可以啊 戴戴看 這樣 是不是對我來這樣 我戴大 我幫你調整一下 因為你的頭尾比較小 這樣子有戴到嗎 這樣有戴到嗎 我覺得太陽都已經被我遮光了 往後戴 往後戴 因為我們這個時候做的是比較M號的 欸 不好意思我照個鏡子 這邊有鏡子 欸 這樣真的戴起來好低喔 都遮住太陽了 對 你的頭尾就是比較小號一點的 看得到我嗎 很遮 完全遮 欸 我問一下 看到這邊有很多像這種 腰帶也留著對不對 這個有什麼用啊 這個的話其實它很好做設計 比如說像我們這種褲腰帶 有些我們設計會加個這個 OK 它或者是我們包包上面會有這樣的設計 它就可以再扣一個悠遊卡 或者是扣一個無線的那個耳機 就是要趕快多研發一些產品 然後賣出去 協會才有錢可以撐下去 對 因為我們的人力就是你目前看到 其他的都基本上都是志工 那大家就是會不定期的時間過來 所以我們就是目前就是盡量的加緊速度 這樣子 像你看這個地方它就可以扣一個卡 喔 這邊 對 跟這裡 還有這裡 對 你要加一個無線的耳機 就是那個盒子 它就可以直接扣在旁邊 因為有你們在做這個設計 我覺得才會讓這些產品更活潑 嗯 對 不然就是其實很難 就是讓它比較大眾化 對 真的是看到那個倉庫的913 你會嚇一大跳 有多少 我覺得應該數以萬計 數以萬計 因為疫情期間你也很難想像 大家其實在家裡面最常還是上網買東西 所以捐衣一直都沒有停過啊 OK 所以你們就盡量把你們收到的 把它商品化 對 我們就把它再利用 然後可以支持弱勢家庭 不斷吹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今天大家看完了 是不是想要趕快來支持一下 做有意義的事情 那我們先謝謝你了 謝謝 謝謝 掰掰